在驚頭 又回到我們說來 我們來關心 行政議會在十五 有通過專行政議相發的修正案 包括國家機密保護法 也有整理當案條例 要把英修保密的這個規定 拿掉 要改作保密 如果超過三十年 就要去討論這個保密的必要性 特殊有特殊的正常的領域 不過上班半四十年 也要改毒保密 現在國界是關心說 如果是這樣 但我們想想要求林家會案 這樣可以有機會進行 副政府介紹推動專行政議 行政議十八通過 國家機密保護法 正在動案條例修正 三度研究保密規定 改作保密超過三十年 應該檢討保密必要 比連普蘭保密 當時後代改密正在動案 跟共和體受減控 在海警均數補中 各位關注的但我們想想 林家會案正案件有希望改密 除了解密會造成涉入地區的情報的人員或是工作 或者是國際情報工作布局 受到嚴重的危害之外 應該要持續每三年檢討之外 這些分離的原件 致辭要在四十年解密 就是說如果現在的情治 情治機關還是繼續認為說 他們都是匪諜啊 那我們還是可以牽扯到 跟中國大陸情報收集有關嘛 法規法 但是人怎麼決定其實很難說 在這幾次政治動案改密是新求政策關注 另外在國家機密保護後來 也正常 除非政府反台通報給不夠發照 需要在反台後七個工作禮台來通報 違反反台通報的非機關限職人員 得處兩萬至十萬的行政罰款 兩部修正策案 會寒上立法院升級 國法會和法部部 都希望可以繼續修法通過 自國家機密保護制度 國家完成 也能實現 全形正義 記者總共報道 在這幾次的安靜